雷歐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漫遊戰士碑2 波西米亞人對上孟加拉人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孟加拉人是塔套選擇的文明 那孟加拉人的特色是升級時代史 城鎮中心會給額外的兩村 而且他的船隻可以自動回血 這是他在於海戰的一大優勢 那孟加拉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他的 相公路線還有這個毛相夫 他的相兵路線有這個三相之力 抗招翔、抗額外增傷 還有這個攻速加成派克技 所以大象路線是非常適合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除此之外呢 他的輕騎兵對戰毛兵可以加2點傷害 所以相公被戰毛反致死 輕騎兵的傷害是非常可觀的 那孟加拉人最大問題是 他沒有衝車 沒有這個火炮可以用 不是衝車 講錯 他只有攻城戰象 那火炮的部分是沒有辦法用的 所以後期呢 要反制對方的火炮或是攻城系史 只能靠自己的申鋁 那他的申鋁呢 還有天生雙三房能力 所以整體來說 是比較偏向於肉馬申鋁 大象路線 會比較適合成為他的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波西米亞米亥選擇的蚊蚊 那波西米亞特色呢 是用免費的挖金挖石的技術 而且宗教狂熱跟神士之響 可以延續到村民的身上來 所以村民呢 是血量比較多的 移動速度也比較快 那波西米亞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火器單位 有這個大車陣戰術 有這個寶兵 波西米亞戰車 這個榴彈炮火槍兵 都可以吃到銀罐的移動速度增加 那波西米亞人呢 他的槍兵也是非常可怕 打這個騎兵單位 非常痛 甚至大象也是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矛盾大對決了 波西米亞是槍兵增傷 對上孟加拉人的這個 大象抗額外增傷 這個效果 兩邊都有一個相提手段 那波西米亞人呢 他也是唯一一個 可以在城堡時代 研發化學的文明 如果要特別小心 波西米亞的火槍爆 或是封建時代 弓兵轉弩兵 直上化學二級射 這種打法 就是要特別小心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那遊牧開局呢 一開始要拉一村 去這個碼頭 蓋這個左邊的海濱魚群 這張村民就可以開始爽捞魚 讓你比較不容易淡村 那出來的村民呢 就可以趕快去伐木 不到五個人伐木 就可以穩定矮漁船了 那只要漁船不斷 然後甚至 到了五艘或六艘漁船之後 就可以停 然後開始打封建 這就是海陸混合圖的一個 標準配置 好那看到這邊 這個是夜市漁港 還好他沒有開在上面這裡 不然就尷尬了 這個是一個夜市漁港 這邊也有一個漁港 看起來 夜市漁港有兩個 那目前看起來 米亥是要來打 直層的機會會比較多 塔套這邊可能會打封建 因為他的戰船回血有優勢 霍西密亞的戰艦部分 並沒有太多的優勢 可以看到他沒有造船員 而且也沒有這個爆破船的最後升級 重型爆破船跟重型火戰船 這兩個都沒有 甚至航海技術的後面的船屋技術也沒有 不管怎麼說 波西密亞人打海戰就是一個烈士開局 所以波西密亞人往往會放棄打封建 那這邊漁船可能會直接出到個六艘 或七艘八艘 就一直蓋馬頭出漁船 不會是想說去出戰船的部分 那波西密亞到那麼多漁船要幹嘛呢 要來趕快升到城堡時代喔 只要城堡時代趕快上去呢 就可以打出波西密亞戰車喔 有波西密亞戰車的話 就可以繼續壓制敵人喔 那孟加拉人 這邊差一點圍起來 圍了一下 好補下了一個支部技術 把這裡的鹿給撤掉 還在搞事把鹿全部射死 但是米亥完成不屌 直接八隻騷魚船 打的就是一個農爆 那米亥這邊是23加2嗎 看是23加2要來升城堡時代喔 那塔塔這邊也是要打直城 兩邊都是直城 那孟加拉人這邊是按到了十艘魚船 我又沒有看錯 十艘魚船阿 那個就有點過分了 我覺得九少已經很誇張了 就來個十艘魚船 這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好那現在看起來米亥升級 已經來到城堡時代 好兵工廠應該好 就可以升級 那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在城堡時代才會有大動作喔 所以我們先快速跳過封建時代喔 前面的經濟配置喔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的分配而已喔 不會有太多的改變 唉唷塔塔這邊在搞事囉 唉 那這場比賽喔 大家可以看到比分喔 現在是2比2喔 所以這場誰贏了 誰就可以晉級喔 那這兩位呢 也是我們頻道中喔 比較常出現的高手喔 米亥跟塔套 塔套也是Viper的隊友 也是Hera的隊友 來看一下聚流戰隊 能不能遇到米亥 Foxa戰隊的頂尖高手米亥 能不能拿下這一局呢 所以這個比賽一定要來看一下喔 那我們頻道呢 現在喔 會開始改成喔 一天一部影片了喔 那也是因為我的肝指數有點高喔 來到93喔 身體有點招架不住喔 每天的工作有點多喔 除了這個頻道之外喔 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忙喔 所以沒有辦法很全心全意的 在頻道上喔 所以現在 身體招架不住了 所以現在改成一天一部喔 一天一部 那直播方面呢 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來一起同樂喔 我們這個直播 最近打這個1B7超級電腦 這個超級電腦打起來也是挺有趣的喔 有興趣的觀眾也歡迎 來這個五六日一 四天中的直播中喔 我們都會跟大家一起同樂喔 不管是新手或老手 我們都願意打 但是希望你的電腦跟網路好一點 不然會很lag 好回到比賽當中喔 這邊塔套已經 來了 兩隻肉馬 到了尼亥的家裡 後面補了一個房子 火專船稍微燒一下 城市中心補下來了 後方村民 這個殘血不拿嗎 拿了吧 這個怪怪的怪怪的 不行會死會死兩村喔 這樣咋去會死 會再死一村 哇果然是兩村 這裡很明顯 迷害失誤了 對你本來只會死一隻殘血的 為了要保住那隻殘血的 結果看起來不只死一村了 哎呀 這個可能要死個三村 好升級清奇兵回頭反殺 漂亮 殘血清奇兵活了下來 海彈的部分兩邊都燒得很開心 你燒我我燒你 互相傷害啊 反正我沒差 大家都來啊 再一起燒啊 好啊 這就是互相傷害開燒 城市這邊圍的不錯喔 迷害這邊雖然失誤有點多 但沒有關係 這裡補下城市中心喔 可以趕快把這個TC 拉起來 村民處拉起來就穩了喔 火戰船再度解掉 現在火戰船的方面是有 米亥這邊稍微有數量上的優勢 塔套有點劣勢了喔 好這邊戰船打得有點忙 現在在多線進攻當中 好有一艘衣船跑到這裡 米亥這邊戰船的數量其實不夠 右邊戰船來看一下 三艘來了 但是這裡有個爆破船 好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孟加拉人的船呢 有15滴的每分鐘的回血 血量喔 這裡炸個一下 不是炸得很好 但是 還是可以把殘血的拿掉 稍微控一下吧 但是這個殘血的要被燒走了 米亥沒有打算要繼續硬槓下去 把船往後拉 後面又有一艘新的戰船過來 支援 再打下殘血的吧 哇米亥這邊沒有先打殘血 先打血多了 反而吃了更多的傷害值 下面這邊有一波新的交戰 現在這個木槍快要被打破 待會要拉個順便去補一下血 後面這個火彈船直接長驅直入 完全不管以後沒有幾艘火彈船在追 為了就是要燒魚船 但是魚船還是沒有燒到 後面這魚船也在落 那為什麽兩邊一定要堅持打海戰呢 兩邊出的魚船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都是打一個直層配置的 所以是一個對等的開局 就不會像是說 孟加拉人有這個封劍時代的回血的大型優勢 或者是戰術性的差異 如果兩邊都是直層的話 兩邊會去打海戰機率就會比較偏高一點 畢竟在這個時間點有保留魚船的人 經濟就會非常非常好 現在下面這個碼頭沒有辦法再繼續補魚 魚船就全部拉上來 塔操這邊的碼頭蓋的算是比較鬆散一點 這樣比較好可以讓這個碼頭到處都有 讓魚船可以到處放肉 左邊的碼舊再出來按一些肉碼 這兩隻清洗兵可能被生理解決掉了 全部自滴 好看一下這裡 村民受村 破碼殘血 馬就補了一個 清洗兵想要追生女嗎?但是沒看到 好波西米亞人點下宗教狂樂了 這樣子村民的移動施助就會大幅提升了 好這裡拉個兩村過來打架這裡遭翔 收村回去 再出來 OK再回頭 好再燒一下 好那目前看起來米亥是有 等一下這裡怪怪的喔 米亥這裡 三艘火戰船 燒掉了一艘殘血的 後面火戰船 對 我就知道 這個準備出來了 OK 米亥這一波戰船倒了 卡套現在海戰優勢非常巨大 波西米亞這裡居然沒有打戰車路線喔 這一點我覺得 挺奇妙的 挺奇妙的 那戰車路線看起來 現在出可能會有點為死一萬喔 還是要轉個槍兵升級呢 但是我覺得 現在打戰車 只要如果能壓到對方的城鎮中心 也不算太差 但中間這個地方應該是過不去 喔還是要這邊插寶呢 看一下米亥這邊想法 好這裡插寶 決定要直接破你這個窄口 好 塔套這邊開始補城鎮中心 現在波西米亞3TC開始農起來了 但是海戰方面已經有點放棄了 現在漁船部分也只剩下兩艘 也不是那麼的強求了 那反而是塔套這邊 牧區很穩定 漁船也還在繼續捕魚喔 那現在要開始往轉往路戰了 要趕快去撒農田了 所以一定要趕快點個一級農田才行 那波西米亞這裡則是二級農 沒有點下 經濟有點差 這裡生鎮想要撿生物 結果看到城堡 倒地了 左邊的四隻青旗兵 稍微繞一下 四隻青旗兵要來了 四隻青旗兵要來了 這邊來看一下能不能抓一些生女 或是抓一些落戰村民 看起來這個青旗兵有點 做不到太到事情 還是要靠工程器給壓力才行 但是現在給壓力的話 波西米亞人很快就可以用救贖思想 或是其他方法反之回去了 但是現在對手青旗兵三旅也不是那麼好打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塔套細節做得很不錯 就搭配青旗兵喔 去給對方的生女壓力 這樣投擲車就會有輸出空間喔 但是這邊是一個互相傷害的環節 戰車已經出來了 兩塔戰車開山 那這個時間點出戰車的話 塔套要成行這個 生女的波西米亞的救贖思想 或是其他科技喔 其實已經算是很好升級了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為時一晚 是指的說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給到極大的壓力喔 這個為時一晚的意思喔 並不是說這個時間點戰車就沒有用喔 只是這個時候呢 塔套要防守對方的戰車 或者相對來說 比在早十分鐘前或五分鐘前 更輕鬆一些喔 畢竟475這個黃金數量 不是一個小數目喔 所以呢 塔套這個時間點 肯定是能點出救贖思想這個科技來的 好塔套這邊清洗兵 上來想要點 後面生女招牆 收掉 頭車砸個一發 砸掉兩台 OK 清洗兵上去 收掉 但是騎士打不太贏 用頭子車砸掉了波西米亞戰車 但是騎士過來解頭車 頭車血量剩10滴血左右 還是沒打到 OK 戰車浮了下來 好 接下來只靠戰車四處就能搞定了 好這一波戰車也被解決掉 現在塔套神聖思想 重新補下 生女繼續補 點一下救贖思想了嗎 還沒有點 現在黃金有點不太夠 塔套為了維持自己的3TC的肉量呢 所以沒有辦法再繼續多挖黃金了嗎 而且是4TC 哇 這個肉要更多 至少來到25片 會比較穩定一點 可以看到3TC 現在還是有點斷存 它的不是很穩定 好 現在波西米亞人 米亥又補了一根城堡 在左側的高地 兩根城堡建立起來 大約出戰車會更快 那米亥這個時間點就可以開始考慮 要不要 他稍微存點肉 去升帝王時代 那經濟方面來說呢 也是米亥的村民宿裡先 塔套這邊是有海戰優勢 漁船可以再多挖溢溪 去把自己的經濟給補起來 所以現在塔套經濟也不會落後太多 落後1000資源左右 算是合理的範圍 那問題來了 戰車來了 你真的不提升 救贖思想嗎 我剛講了就點了 這肯定是要點的喔 好上方 現在戰車給到壓力也非常麻煩 村民直接拉過來手撕 村民打破西米亞戰車3很高 原村民打戰車有外增上的效果 這個打下去頭破血流阿 好救贖思想 還有5秒鐘的時間 那現在地用時代還有 大概2分50秒 好中間這裡想要偷偷捕魚 但是也被米亥看在眼裡 你還想偷捕魚阿 偷燒你的夜市漁港 好那地用時代還有2分半 那現在應該米亥要趕快生技王 再打出自己的優勢了 那待會米亥也可以考慮搭配生女去行鞋蟲作戰 或是直接轉輕騎兵 去反制卡套這邊的生女 好這一波走過來 戰車打個幾下 好上面這裡招翔 哎呦招到了一個福斯派戰車 兩隻騎士拉過來 不能招翔 慢慢砍 結果用駐守模式 這就是我說的駐守模式 用騎士的時候 城堡時代不太需要用 就是因為很容易會有失誤 好回頭一招 把這個戰車招過來 那這封建時代的駐守模式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像這個漏馬壓制時刻 駐守模式就不會讓自己漏馬 輕鬆送掉 OK米亥這邊開始點下了前程科技 右上角兩個馬就 開始知道出來 三馬就 開始爆馬 OK塔套這邊點下了品種跟帝王時代 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而且在塔套生帝王時代 能打的東西只有戰車 只有生女這個東西 會比較好反制現在的局面 那如果用大象的話 也要走這個毛象符會比較好一點 那其他東西的話也沒有辦法 很好反制 用中頭的話可以考慮一下就是了 好米亥這邊是繼續純走戰車路線 那如果塔套這邊轉清旗邊 或是大象的話 就會被波西米亞的槍門給戳爛了 所以感覺 孟加拉人這邊繼續走投車路線 會更好 會更好 投車生旅 好 這個算是比較特殊的一場比賽 因為 兩邊是屬於一個偏宗教的文明 信仰文明 但是又有戰車 而且還有大象這種東西 那為什麼現在說大象四合 也是因為現在 精銳的戰象升級 擁有抗招搶的效果了 所以變得很難 很難扛對方的森旅招搶 所以塔套這邊如果要打的話 最好 還是可以打個戰象 然後搭配森旅 或投車會更好一些 好但是米亥現在 右邊也有突然一波的新的操作 插了一根寶 這個是用藝術船運過去了嗎 直接運到對岸 偷泥主金 這個黃金被控住有點傷 好海戰部分 中間還在搶奪 還沒有打算放棄中間的海域 現在全世界都在著火了 好投車出來砸了一下 哇 這個就是為什麼 說鐘頭可以考慮升級一下 畢竟遊牧的黃金多 其實剩個鐘頭也不會太差 的一個結果 因為孟札拉人他是一個沒有騎士文明 所以也別想著要用騎士去搞定對手 所以我覺得大象可能還是 比較優秀一點 還有森旅 好但是塔套這邊是選擇了 輕騎兵配上森旅的打法 這個打法會有料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輕騎兵 機動器很好 丟到了後方 給米亥的後排 來到了一些壓力 上方這邊是森旅遭翔 塔套有點來不及招的樣子 這邊已經招到了一台 第二台沒招到 先騎兵上去 往前走 好現在右邊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正面的部分 城鎮中心快要拿下了 這不過只要被打出去 塔套這裡會很危險 你這裡完全沒有城堡 長驅直路 田全部爆開 你待會連大勝短行的機會都沒有 塔套我覺得應該要棄手其他地方 甚至這個地方城堡 我感覺頭車怎麼一出來都被拆了 完了完了 塔套有點空太過來了 現在有點忙 好專心走正面 走正面變成左邊爆開 左邊沒空變成正面爆開 米亥這波打得很漂亮 這波塔套也是有把這手給逼退回去 巨型投資機拿下 戰車再招響一次 這根城堡變成隊友堡了 造車堡 好現在這個局面看起來塔套 是比較劣勢的那一方 米亥已經開始在升級3級的步兵鎧甲 第幾色也點下去了 槍兵防護率已經提升好 我出發戰車也升到了精銳 塔套卻還是依舊使用著肉碼 那為什麼塔套只出肉碼呢 黃金其實也不是沒有 只是只剩下一塊 還有這塊小撮的 右邊這一塊也被控制住了 左邊這個黃金也沒有拿下來 所以塔套現在應該是想要省點黃金 然後再把所有的黃金放到生女身上 然後自己的肉碼先稍微頂一下的一個流程 好那這邊肉碼有抓到一些東西 不錯 塔套這一波看起來又有呼吸了 好上方 戰車 我會拉扯 村民 本來想拿出來打架 但是發現不太行 對方的戰車數量有點多 這裡要轉什麼 戰毛兵 要來反制槍兵用的 OK 你看這邊點下了一端邪說跟強力不穩 終於要來抵抗塔套這邊的招響流程了 好這波清奇兵做到很多事情 砍了一大堆村民 哇這個擊殺術有點可怪 清奇兵終於做了一波大玩的事情 殺了十隻村民 好那接下來 這邊的部分壓力還在持續給 右邊已經殺到了城鎮中心裡 勝率一出來就是被槍斃 我的天 修道院兩個被控制住 塔套在後面趕快補修道院才行 但是看起來好像來不及了 這邊戰車 兵臨城下 怎麼辦 全村all in 聰明拉帥打架 這就代表他不想贏了 剛才要打GG了各位 這一波沒救了 聰明拉帥的時候 就是要投降的時候了 這一波民害 打得十分漂亮啊 戰車槍兵 A救完事 簡單又暴力的打法 這就是霍西米亞戰車流 塔套這裡沒有升級中頭 我覺得也是一大問題 好我們恭喜米亥拿下比賽的勝利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米亥拿到資源全勝啊 沒有辦法 米亥這邊打法打得漂亮 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 是在右邊這根城堡 這根御書傳把聰明運過來 還尬了一個城堡 直接控住這個金 然後左側這根城堡也蓋得起來 再控住你左側的金 那你就只剩下最後一塊金了 還有這一塊 這塊一塊玩完了 那我覺得米亥這把 對於地圖的控制意識相當了解 那我覺得對於 如果喜歡打遊牧的玩家們 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